大家都已經挑完了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之後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有拿到了 這個 有一點舉證的 原則上我會從下面放上去啦 當然其實你從上面放上去也可以 所以你要先檢查 就是這個 底部有沒有清乾淨 第二個 後面這邊有沒有比較沒關係 就後面這裡我只是把它減輕它的重量而已 這樣就這裡就不用硬 那旁邊比較重要是旁邊是不是還有兩個洞 這邊一個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個 因為這個是要插冰棒棍用的 也就是說你這樣放上去之後 放進去之後 那我會往前靠你看這個 有沒有我有沒有這樣往前靠 對不對但是不用靠那麼前面 因為靠在前面是不是突出來 那我就是留一個空間 等一下會插一個冰棒棍進去 這樣是不是就不會往後退了 因為你放進去要能夠往後退嘛 可是如果我不要拿下來 我要讓他靠在這邊 我的這個插下去 就可以讓他稍微頂在這裡 這樣了解 你們剛剛 袋子裡面早上的袋子不是都有冰棒棍嗎 你可以拿一根出來啊 但是那一根現在比較長 所以我這邊有準備那個彩刀 我們現在呢這個你大致上 已經把它放好了 我們就來看 剛剛請大家準備五條公公的線對不對 現在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我們要拆掉了 好所以你先斷電 先斷電再拆 好請你先把你的LED燈 風明器先把它歸位吧 那提醒大家一下 像這個杜邦線你在拆的時候怎麼拆 不要很豪氣的就從後面一甩 你拿那個黑色的頭 這樣 往外面拉出來 這樣了解 跟我們插頭的那個 插頭的那個線一樣啦 你要拉插頭不要拉線 這樣子的話你的杜邦線比較會壞掉 因為雖然杜邦線 是不貴啦 也是耗材 可是你 沒有好好保護他就壞的 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好我就這樣拆開了 你可以先把它放回你的袋子 因為這些小零件怕你 不小心 弄掉了你就先放回袋子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LED點取證怎麼裝 各位 你這個有沒有看到他下面有這個角位 有 你看 電路板上有沒有印 有沒有印這個字 有 對不對 各位 你也可以不用那麼辛苦 我們在簡報上面也有 在這裡 簡報69頁那 有沒有看到 我上面有寫哪一隻腳要接到哪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但是平常各位在用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請問要接在 這一邊 還是要接在上面這一邊 因為LED點取證不是兩邊都尖尖的嗎 我們要接在的是下面這邊有 黑色晶片的那一邊 你注意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是有黑色晶片的 這裡 雖然我現在已經裝 已經裝可愛的 但是他還是有圓形 有沒有黑色的晶片 這邊不是裝在這一邊喔 所以你剛裝的時候要裝對 是這個在下面喔 你如果顛倒了就不一樣喔 所以我們一般是接在這邊 那你說這邊的接頭要幹嘛 其實如果你有去看過 就是我們外面那個電子看板 其實他真的是 燈泡那麼多一片嗎 其實不是 他們就是這樣一塊一塊拼接起來 其實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以前 大學的時候 我在我們電傳中心工作 就是在做這種動畫 LED燈 LED看板的動畫 他那時候就是像這樣 如果有燈壞掉了 就是這個模組換掉 就一次換一塊四四方方的 這樣子 這樣了解 所以上面這個是用來串接用的 我接到下一個 再下一個 只是Webdino目前 不支援這樣子 就是他一次只能控制一個 一次能控制 而且因為他一個就要用掉比較高的電量嘛 所以 如果你串接兩個三個可能那個電壓也不夠 因為各位算一算 請問上面有幾顆LED燈 你自己算一看 這裡有幾顆LED燈 8864對不對 對啊我們剛才玩一顆燈嘛 現在64顆所以電量要比較多一點 這樣清楚了 所以這個是你在接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接 就這樣子 各位 因為下面既然有五隻腳 最簡單的就插下去就好了 這樣也好嗎 可不可以直接插在這上面 可以啊 對啊 這樣你不就站起來了嗎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下面 不留東西 有沒有 站地鏈不做 是因為下面這邊就直接要插 就插在上面 你插在哪一個位置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但是要插橫的 因為橫向的才是什麼 每一條都獨立的 你要插這邊我也不反對啊 你要放這裡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如果覺得不好插進去你就改別的地方 因為大家的那個 麵包板都比較新 其實如果 你比較熟了 我會建議你 就是這個是插在前面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剛開始練習的時候我會建議你插在後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待會我們是不是要接線 我現在放這邊 線我待會是放這裡 這樣是會擋到前面的 圖案 所以如果你以後比較熟了 你可以把它插在這邊 那我的線 就接在後面這裡 是不是還有空間 還可以插線 這樣了解 這樣就不會擋到你的圖案 可是 各位 如果你 第一次就交給我了 麻煩你先插在後面 這樣因為 插後面的話 你 LED點舉證放前面 因為那個線是剛好顛倒 所以我建議各位剛開始你先放這裡 好吧 你就先放在後面這邊 最後一排 雖然會稍微擋到你 但是呢我們 先忍耐一下 好 這樣準備好囉 對不對 剛剛有沒有請大家準備五條公公的線 好 那就拿來插吧 不過說真的 如果真正要實做的時候 我會叫你先插那五條 再來放這個 你怎麼老是那麼 要換電路喔 你還沒說那 你還沒說那 因為 如果你知道 要怎麼做 你就會用正確的方法 不知道的時候 這樣卡卡 你看我這樣放進去的時候 有個小缺點來 我要插這個線的時候 我插給你看 你有沒有覺得我這樣好像 有點卡卡的 所以 乾脆就這五條先插進去 這樣你有沒有很獨立的 很自由的方式 一個一個慢慢插 插完了後面是不是再插進去有沒有覺得比較簡單 就跟著他的 這個角位是不是就一起插進去就好了 這樣有了解喔 所以 我現在是用倒序法喔 先告訴你 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再一步一步拆回去 所以原則上啦 你先接線 應該會比較好接 他的時候我還是蠻建議各位 盡量把那個亮面 杜芳線亮面朝同一面 這是養成習慣啦 以後你再檢查都會比較好檢查 雖然我們現在是 沒有做任何的篩選 可是呢 萬里你真的要檢查有錯誤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這樣五根線 準備好了 你再把你的LED點擊證把它插進去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都接好之後我們就真的來一根一根慢慢對囉 那你先看一下 我們的 簡報69頁這邊 他上面呢總共有五個 有五個角位 首先在左手邊這裡 在左手邊這一條最左邊的是VCC VCC就是我們講的5伏特的電 5伏特的電 再來旁邊第2根這個是GND 接地的 這個是接地的 GND 然後呢才是什麼 DIN CS CLK 所以 你了解這個 現在我回頭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先一根一根來 最左邊的 我就把開發板拿出來 最左邊的我的是 這個 紅色這一條 你每一條你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最左邊其實是紅色這一條 所以我把這個 接到我們開發板上面有一個叫 VCC 好 有沒有 開發板的右邊那裡有一個叫VCC 對對對就加那個 對 對左邊的 沒錯 這一條 VCC 好 那第2條 我的第2條是棕色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的顏色因為你的跟我不一樣 所以要先判斷清楚 我的棕色的第2個是GND 所以就翻到 開發板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在這裡 最下面那個 GND 這樣兩條就接好囉 接著呢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我就用 14 12 13 後面那三條 14 12 13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的第3條是綠色的 我接到14 14呢在我們這一邊 在右手邊 開發板的右手邊有一個14 接著 第4條 第4條我的是白色的 白色的 我接到 12 14 12跟13 所以這一條第4條就接到12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在開發板上面是16、14、12、13 不是我故意 14就接 12 是因為剛好照著這個順序啦 好 那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我的是 也是比較棕色的 我就接到13 14、12、13 13 其實如果你自己都清楚 不一定要照這個順序啦 只是我們 先照那個 板子上的順序 像這樣接 所以最後你應該會有 右手邊有4條 然後左手邊有一條 GND 這樣正確吧 好 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插電 那麼插電之後呢 會有兩個結果 什麼結果呢 第一個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第二個 64顆全部都亮 有沒有 那 一般來講 如果我是接在 14、12、13 這三個腳位 通常這64顆都會亮 因為它本來就有通電 那如果接其他的 就有可能不見得會亮 所以 全部都亮 是正常的 不要難過 真的 煤亮也是正常的 是的 煤亮也是恭喜你 那 你應該有發現 我們現在線接在前面 這邊會稍微擋到 圖案 這樣知道我剛剛講的那個意思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你比較熟悉的 你就把它 就是顛倒過來 但是現在先照這個方式接 所以 這樣各位對我們這個 LED點語證 怎麼接 有沒有一點概念的 有的 好 OK 你們風明器要接起來嗎 要嗎 要吼 好可以啊 風明器要接 那要請你先斷電 先斷電 先斷電 好 先斷電 風明器 再拿出來 風明器我們用兩根 公母的 鏽可以的 跟剛剛一樣 公母的 所以你可以 找一下公母的兩條 好 那沒有分正負極 所以就直接插上去就好囉 好插上去 有沒有 就直接接上去就好啦 反正沒有分正負極啊 管他正的還負的 就直接插進去就好 公母的 公母的 亂插 對亂插 但是我不會亂答你 這個啦 但是其他不能亂插 好 那我們 在線的部分要怎麼接 我們看一下 風明器 因為沒有分正負極 所以一個角位我們用05 對不對 一個角位是不是還是接到GND 那各位還記得我們剛剛 LD點舉證 哪一個是GND 是不是第2隻腳 所以你找找看你們家第2隻腳 來各位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 哈姆太良就先起來休息一下 這個啊 先拿起來啊 不然你是比較不好插 不要這樣子啦 你可以再插進去 所以你先拿起來 左手邊第2根 左手邊第2根 這一根 有沒有 我的左手邊第2根是這個 你就插風明器的一隻腳進來啊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用 對不對 左邊的第2根 就是 來 這樣對你會比較清楚 這個 有沒有 這個第2根是不是GND 所以 所以我就在第2根這裡 是把 風明器的這個綠色加進來 這樣有看清楚了 好 那另外一根就是要接到開發板上 所以這個就沒關係 我就可以先 把 我們的 LED點舉證再插回去囉 好 所以你記得 拆解的方法 像這樣 好另外一顆 這個 角位 我就接到 05囉 LED 那個 風明器的 我就把這個 接到 05 05 在這一邊 因為風明器要接在05以上的角位 好 所以 這樣子就 OK 所以 完成之後各位會看到 你的開發板左手邊應該會有兩條線 右手邊還是維持四條線 好 右手邊還是維持四條線 因為他有一條GND是接到麵包板上去 這樣有沒有成功 好一樣的 你插電 還是一樣 沒有事情發生也很好 有事情發生 就會亮而已 像這樣你就可以自己做骰子了你知道嗎 玩大富翁沒玩過骰子嗎 對啊有時候骰子會不見啦 我們家用最後一個玩大富翁 就用暗的 也可以啊 這也可以玩 好這樣有沒有都接好了 接好了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準備來寫程式囉 好